就是刚来的时候 有什么不习惯吗 刚好还会啊 很想家啊 很想家 一直哭啊 然后怎么办 就是有很多外配 在来这边就是跟我们刚来的时候 就是心里有很多 想讲出来可是 面对功夫的时候不敢讲 然后跟先生讲 有时候先生有人贴心 就会听你讲 有人不贴心就不理你 然后他们一直闷才心里 很难过 然后我们去他家的时候 就是同线就同胞一来 他们就很多心事就可以讲出来 讲讲 有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做什么 可是一直安静坐着 听他们讲的时候 就是他们心情就比较放松 整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 在教育部分 我们成立了很多 所谓的课后辅导班 或是比较对他们 比较需要再加强的一个 教育的一个辅导机制 社会福利方面 也是有所谓的 因为他们进来之后 还没有办法拿到健保 然后四个月 进来之后 满四个月才能拿到健保 所以在这部分 在还没有涉及以前 没有拿到身份证以前 我们对这部分也有医疗补助 对这些新移民的女性来讲 他们的产前检查 但是医疗部分 也有一些补助的措施这样子 我们在陆续有开发一些 就是让这些外籍配偶来我们台湾 可以去实地上去做一些 了解我们台湾的文化 第一个是当然是试字 试字 然后它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融入我们的一些的生活 也才有办法去说 去教养的下一代 教我们的小孩子读书 那我们今天就利用这个晚上 短短大家有缘相聚的时间 我要为各位介绍一些健康的 还有自我保健的一些基本概念 还有知识 我希望说我们利用这两个小时时间 大家可以共同来讨论 也有一些让大家练习的部分 会觉得让上课会比较有趣一点 目前来统计来讲 以台中县来讲好了 目前大陆配偶就将近有15000人 那外籍配偶是8000多人 合计就差不多有2万4左右 那全台湾来讲 目前新移民来讲 已经将近超过了40几万人了 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 还是有在缓慢成长 那是全卖的 这个黑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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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糖是我们这支草的 我刚开始我先生 他很排斥大陆的耶 然后我还已经 我有一个指引要给你介绍好不好 不用 然后不用 就是一直不用嘛 最后我阿姨说 没关系 自己打电话 自己联系看看吧 然后后来就 大家就这样谈啊 这样聊啊 也都要打电话给我啊 然后她就感觉 好像不是耶 大陆的好像不是这样耶 对啊 之前有一段时间 我妈是比较不同意 然后就想说不要了 太远了 然后可是 那是换我老公了 换我老公一直去拜托我阿公啊 拜托我阿姨啊 到处拜托 所以不要了 然后怎样 怎样 因为我是最小的啊 然后她想说 那还要嫁回去 不要了 换我老公 一直打电话跟我妈 反正是我这边的情侣 她是拜托 全部都拜托 然后都帮她讲好话 所以我妈才又同意 就是台湾的引进外籍配偶 在从早期的那种 比较是有买卖形式的 这种婚姻中介 转变到比较是自由选择的 也不完全说 像台湾本地那种 谈那么长的恋爱 至少她有 谈恋爱的形式的改变 大概在2000年的前后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由恋爱 才会有这种 这种深厚的就是体贴这样子 我之前怀我两个小孩 我怀两个小孩 都是真的是 快死掉的那一种 那个自理能力都没办法 像洗头啊洗澡那些 都是她帮我 那我怀孕那么辛苦 那么难过 都靠我老公一个人 有时候她都会只要有空 她就都 背我去医院 然后这样子去打点滴 然后那个时候动不动 又晕倒啊 她就会 然后都会 然后很难过的时候 她就会陪着我一直哭